大家好 我是小屁 今天要來介紹台服上市一千天 暨鬼怪狩獵祭第三週第四週的活動 先跟大家講這一次台服改的真的不錯 影片開始之前請先檢查一下有沒有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還沒訂閱的朋友們記得訂閱喔 首先就是這個鬼怪狩獵祭的第三週第四週活動 是新增了一個中元節探索陰森之地 50等以上你每天可以進去一個小時 安全區域可以隨船 裡面的怪物會掉銀子 銀子活動是可以用來製作四屬性的銀子 那就是地水火風 那地水火風你分別都還可以把它打開 那可以獲得額外的東西 地屬性可以獲得鋼鐵防護卷兩張 水屬性的話是靈魂昇華兩張 火屬性就是戰卷一張 風屬性就是龍珠五個 那除了這個作用以外 你還可以把它 四種屬性的銀子 各一張可以製作 蘊含屬性的銀子活動 那這個蘊含屬性的銀子 它是可以開到 除了鋼鐵防護 靈魂昇華龍珠 戰鬥強要捲軸以外 還可以開到高級變身娃娃抽卡 那大獎就是英雄武器箱 次獎就是能力飾品 稀有防具跟稀有武器 OK 那我個人是覺得啦 這個你除非你是想要 拿這個鋼鐵防護 不然的話我覺得都是要來製作這個蘊含屬性的 因為你戰卷跟龍珠的話 其實你誓言之塔就可以拿到了 那靈魂昇華不用說啦 靈魂昇華是比較常見的屬性就算了 OK 然後這個四種屬性的銀子 每天就只能製作五個 然後製作一次是需要銀子兩張的 好 那這個銀子活動還可以用兩張來製作這個鬼月憑證 也就是說無屬性的銀子 可以拿來做有屬性的銀子 以及鬼月憑證 當然這鬼月憑證只能製作一次 然後有屬性的銀子 四種屬性銀子各一張可以製作一個蘊含屬性的銀子 對這個 應該還蠻好懂的啦 OK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閃亮的最高級魔法娃娃補給箱 這持續一個禮拜的台幣組合包 那上個禮拜是高級的最高級變身抽卡 這個禮拜就變成娃娃 我個人覺得CP值一樣是蠻低的 當然就是你有需求的話再來斟酌購買 好然後接下來就是中元節的紀念組合包 這持續兩個禮拜的組合包 那他有分為兩個 一個是純白萬能藥一個是守護石 都是1500鑽 而且每個帳號都可以買4次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這個純白萬能藥的部分 1500鑽可以拿到10罐聖水 然後5罐純白 跟最高級魔法娃娃抽卡小包 這個小包的話則是你可以抽6張 可以抽6張 好然後萬能補充寶石一個 跟名譽金幣箱兩個 名譽金幣箱就是1萬或是50萬 以及中元節卡片製作書 那這個中元節卡片製作書 可以用來製作台幅專屬的紅便格鬥家男女 做一次要兩個製作書 那機率成功失敗的話會還送給你2500便幣 那你如果全買有4張製作書的話 你可以七黑做一次七黑死亡騎士紫便 那失敗的話會還給你5000 這樣子 ok也就是說你今天你如果可以的話一次買兩箱 你可以多一次製作紅便的機會 當然這個是見仁見智啦 ok 好然後守護石的部分 這一包則是1500鑽 內容物有龍之鑽石100個 守護石1顆 以及6抽最高級變身 萬能補充寶石1個 跟變身製作硬幣箱1個 然後中元節卡片製作書 以CP值來講的話我個人覺得 純白萬能藥比較高一點點 一來是他這個名譽金幣箱他是給2個 然後守護石他是只有給1個而已 二來是這邊製作守護石就只有一顆而已 對我個人覺得以CP值來比的話 我會比較推純白萬能藥 ok純白萬能藥 那我個人覺得你不一定一定要買到 中元節卡片製作書湊齊兩張啦 因為1500鑽 你去掉中元節卡片製作書之後 已經CP值已經蠻高了 那你先不要下定論喔 因為後面還有1000天的組合包 那個CP值更高 好 接下來就是這個100日 1000日的紀念慶典活動 首先我們就來看剛剛提到的這個紀念組合包 這個是9月5號的禮拜六凌晨12點到9月6號禮拜日的11點59 大概就是兩天的時間才能購買 然後一個帳號只能買一次而已 1000藍鑽內容物有10罐聖水 然後11抽7S王騎士變身抽卡 以及11抽不死鳥魔法娃娃 這個是保底是白色的機率值這樣子 然後祝福聖水大罐的一罐 以及飾品綜合禮物箱一個 飾品綜合禮物箱的話 則是肩甲 恢復印章 守護印章 耳環 戒指 皮夾克各一個喔 各一個喔 OK 然後以及這個300萬金幣箱 我個人是覺得這個是比剛剛中元節那個CP值還要更高一點點 但是這個有限時這個只有兩天而已 所以如果你在這兩箱再選的話一定是首選這個1000日紀念組合包這樣子 好 然後除了這個以外還有1000天幣可以購買這個紀念手環 這個紀念手環的部分他的屬性 就是最大HP加100 然後物防-1 紀念值獎勵加3% 而且這個是到9月16號才會刪除的 韓版當初是大概兩天就刪除了屬性啦 那這個的話台服算是還不錯 還有給你兩個禮拜的時間來做裝備 而且這個之後是可以用來篩陰海煞增加3%的卡池 所以務必要留著 然後可以存倉庫 可以存倉庫 好 然後除了紀念手環以外 你還可以花1000天幣來購買3幣各1000 以及1000天幣來各抽一次高級變身跟娃娃籌卡 當然當然上述所說的這些一個帳號 這只能買一次而已 就是這次活動就只能買一次這樣子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千日的紀念祝福 這持續兩個禮拜的活動 歐拋夢倒金木跟雅塔四樓到八樓 裡面的怪物都機率性追加掉落1000天幅帶活動獎勵 好 那這個幅帶活動獎勵的話 它是可以開到 大獎是英雄防具箱 然後五官神官防具 百五百防駐五駐防 三幣各五十 三幣五十或是三幣一百 先後座料理龍珠或戰鬥卷拙 也就是說這個我是覺得來拚三幣會比較實用一點點 OK 那接下來我們再繼續看一下 你除了打怪以外 你也可以 60等以上的角色每天都可以收到一個任務 歐拋夢倒金木雅塔陰森之地 你如果打任意1000隻的話 也可以獲得1000日福袋 這個就是給分身流在玩的 雖然說這次要1000隻啊 但是你如果有在解夢倒的話 基本上應該還OK 好 然後以及這個你每天消耗100個葉子 也會獲得這個千日Buff 然後這個千日Buff是有分階段的 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第三階段 那這邊的話有一個亮點就是 他的祝福是增加負重以外 還會增加經驗值 而且這個經驗值是無關 因海薩消耗喔 也就是說不會再多花你葉子的消耗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個 你如果要充等的角色一定要拿 一定要拿 OK 然後 怪物圖鑑也有新增了一個 就是你只要消滅夢倒 歐拋 金木 下牙塔 陰森之地 怪物1萬隻 你就可以獲得鬼月憑證 那這個鬼月憑證是在9月16號前 你如果要拿的話 就要9月16號前完成這樣子 也就是說這一次的第三個鬼月憑證 跟第四個鬼月憑證都有可以入手了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千日紀念鬼怪 這是持續一個禮拜的活動 這個活動我直接講結論 強化版的紅色妖魔 那每個每天的1點 中午1點05分跟晚上9點05分的話 這個千日的紀念鬼怪會出現 然後你不能用AUTO 不能用AUTO 你只能用指定打 然後只會在雅丁大陸出現而已 你就是跟之前紅色妖魔一直順移去找 是一樣的 但是除了他會給你大量的經驗值以外 他還會有機會會掉落龍之珍珠 戰鬥強化卷軸 明日幣100 以及皮夾克肩甲 或是製作秘籍箱 那這個製作秘籍箱 是有機會會開到紅布跟紙布的 而且他分的很細 紅布的話又分防具武器 紙布的話又分武器跟製作秘籍 OK 基本上你如果打到這箱的話 就是保底藍布就恭喜你了 好 但是他這個的話他是沒有給葉子 所以說這一次的千日紀念鬼怪 你灰葉去的話也許會比較賺一點點 如果你的葉子有想要做另外一種打算的話 通常活動這種東西 灰葉是不會影響到掉落 這個千日鬼怪還有這個積分排行榜 這個積分排行榜也是一個禮拜的時間 好 你每個帳號的所有角色積分加總 他會有排行榜 OK 他有排行榜 那這個排行榜的話他會給你的東西 第一名就是直接保底一張紅布 第二到第三名就是五張藍布 四到十就是藍布兩張 十一到三十就是藍布一張 三十一到一百則是皮夾克一件 跟那個龍之珍珠20個 那你如果你在這一個禮拜 你打了七隻千日紀念鬼怪的話 你還可以再額外獲得十顆龍珠 這個不一定是大哥才拿得到喔 你今天你如果是運氣好一點 你又可以跟到的話 也許紅布就是你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千日簽到的部分 這一次的千日簽到 目前看下來啦 他是網頁活動 9月2號到9月9號 每天都可以簽到一次 然後你要進入這一個網頁 才能簽到喔 進入這個網頁才能簽到 那網頁你如果連續簽到七天的玩家 他也可以獲得一個鬼月平圖 這個就是鬼怪狩獵劇的那個網頁活動這樣子 那目前還不知道他有沒有要改這個遊戲內簽到啦 也許就是下禮拜或是狂戰士出來之後才會改也說不定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資源獎勵大放送啦 這是最後一個活動 原本9月6號的9點12點6點 他都會給300頁嘛 現在是變成1000頁囉 所以說你禮拜日9月6號 記得啊上線領頁子啦 OK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一千天記鬼怪狩獵劇的改版重點分析啦 這一次的活動真的是辦得不錯啦 就是跟韓版的千天比起來的話 是真的是超越啦 OK 你如果有任何的心得情報或是問題的話 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以及把這部影片分享給所有喜歡玩天堂M的朋友們 我是小屁 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掰掰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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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